日前在越南举行的2024亚洲蛋糕与面包挑战赛 参赛选手由来自马来西亚、香港、新加坡、越南、斯里兰卡、印度等多个国家 类别包括了糖花、巧克力工艺、面包工艺、创意盘式、果冻花等 而400多位选手在场上发挥专业技巧 佛光大学健康与创意书时产业学系吴士文老师 在盘式点心项目获得了金牌 它这个是第一届是亚洲蛋糕与面包挑战赛 挑战赛 对 挑战赛 对 那老师你怎么会参加那个盘式类 是这部分你比较参加的 对 因为我们其实这个是全国唯一的蔬食系 那我们想要展现我们蔬食的特色 那我现在目前就是在专研这个全素的烘焙 就是我烘焙通常 目前我们市售看得到的通常是有淡奶 或者是甚至有荤的 像慕食类的话通常会加明胶类的东西 但是我们这个是全国唯一的 所以我就是以全素的一个食材去制作 来去做呈现 那希望可以展现出佛光的特色这样子 吴士文老师考取中餐烹调 烘焙 中式面食等多张证兆 专场为西点烘焙 中式米面食及中西餐蔬食烹调 还曾出版书籍 吴士文得奖作品以铜花为主题 并以素食为材料 结合宜蘭金枣与红梨做创意呈现 因为当时我们去参赛的时候 这五月份是铜花却很盛开的 所以在看到作品上面的时候 就会有看得到铜花巧克力的一个样式在上面 对 那我们里面所应用的这些食材 全部都是以素食为主 因为我们就是用像腰果 还有一些坚果这些东西去组合 给它做成一个就是很可口的盘式典型这样子 我觉得是全素的部分是它的口感 跟整个蛋糕体的一个呈现的部分 那我其实这一次我应用的就是 宜蘭在地的金枣 还有像红梨在里面去做一些呈现 那其实假如说用淡奶去做烘焙 是比较容易的 但是我们用全素的部分 我们要去考量它的一个固形物的部分 还有凝结性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会利用一些像腰果 这些它的油脂的一个凝结性 还有去抓住它的口感 在配方制定上面 会花比较多时间在琢磨这样子 将盘子当成画布 盘式点心透过装饰 在品尝点心时也有视觉效果 像艺术品一样呈现出来 作品中还有主厨想要表达的故事与精神 在上周的那一刻总会带来令人惊艳的效果 宜兰新闻记者黄珠汉采访报道